那我们现在因为要做关联性 可是这两张资料表怎么做关联性 哪个资料可以做关联 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区域别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居住县市居住乡镇居住村里 那到底区域别要跟什么连在一起 好 根本就不能连 你看这边的区域别是不是 新北市返潮区 可是另外一张资料表 它是分什么 居住县市跟居住乡镇 而且居住县市两边的台没有统一 像居住县市是不是 拉上面一点 因为屏东 因为登革热号发生在 你看台南的台是不是小写台 可是到另外一张资料表这边 我们可以发现台湾的人口数这边的话 台是什么 大写的台 请问大写的队还是小写的队 我应该要这样子去说 就是行政院 行政院 内政部 人口统计是内政部的事 对不对 跟卫福部 卫福部 也是行政院的 好 他们这两个单位提供出来的开放资料 都不起来 那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到时候 你在什么单位 对他爱捷运 你在什么单位 交通跟捷运还是有关系 假设你今天你要取资料的话 请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他们也会产生大小写台湾统一 有可能哦 自己要去思考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去做所谓的转换 你不转换到时候 关联性根本就建立不起来 关联性建立不起来 你根本就不用去算那些什么发生率 好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所以我们全部要改成大写 全部要改成大写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第一件事情 要先把这个居住县市里面的 只要是台 全部一口气都改掉 好 然后还有 是不是要把这个居住县市跟居住乡镇合并在一起 对不对 请问我们要一口气到位写完 还是分两个步骤 还是分三个步骤 所谓一个步骤的话就是 好 我全部都写给你看好了 就是我们到底要做多少事情 几十分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ETL 里面的T T就是转换 我们拿到资料是不是要转换 所以我们班级还会多交一个工具 叫做资料转换工具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签出力 转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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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交到 好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ETL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 就是台北市改成什么 台北市 台中市 改成台中市 台南市 改成台南市 台东县 然后接下来 台北市 信义区 是不是要 并在一起 变成台 不对 不对 下一步应该是这个 台北市 信义区 它是不是要改成什么 台北市 信义区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我才能够跟另外一张资料表 台北市 信义区 合并在一起 对不对 而且合并在一起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什么好处 例如说 台中市 是不是有北区 中区 南区 台南市 也有北区 中区 南区 日本也有北区 中区 南区 所以如果你今天画 那个行政区的话 你会发现 你点到北区 怎么跑到国外去了 还有 基隆市 好像也有北区 中区 南区 东区 可以吗 所以 当我们今天 要解决这个问题 很简单就是把 县市 加行政区 合并在一起 去画地图 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 就不会跑到台湾以外的地方 好 那请问一下 你要学一个一个改 这样的话要改五次 台北市变成 这个大写台 每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那有没有可能 这四个一口气改掉 写一次 然后这个写 一次 这样就变成写两次 没有我教 哪一种 我也只能教 写两次 那我们就挑战写两次好了 我一口气要把 只要是台的全部改成这个台 请问 会不会用left跟right 会 会吧 好 我就当你们会哦 所以请问一下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我不管 只要是小写的台 我全部都改成大写的台 就好了 好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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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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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是不是左边取出 第一个字 例如说叫做什么 居住县市 这是不是左边取出第一个字 居住县市 左边取出第一个字 如果它等于台 那我就用什么 台 and 这个的 后面两个字 后面两个字就是什么 ri-gh-t 挖湖 居住县市 两个字 两个字 请问这是不是就是 假如说现在我们拿到那个 值 居住县市 台 北市 它是不是就变成 台 北 市 对吧 那是不对的话 不是的话 那我们就维持原样啊 维持原样啊 维持原样就是 居住县市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这四个是不是都写好了 好 我们来去看怎么写 到powerbi这边 请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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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 当你今天拿到两张资料表 拿到两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这个居住县市一直重复出现 另外一张资料表 它只出现一次 这个 请问一下 台北市板桥区会出现几次 一次 一次 一次的那个东西绝对不要动它就对了 知道吗 因为一对多 那个唯一性很重要 好 你不要 你不要把这个一 打开来 这就变成什么了 这就变成 就是多对多 到时候是没办法关联 所以当你今天两张资料表 一对多的时候 区域别 只能改的是什么 这边重复会一直出现的 好 所以请问是新增资料表 还是新增量值 新增资料行 因为我每一个居住县市都要改 所以居住县市2 居住县市2里面的什么 居住县市2里面是不是会看到那个 我用if 我用if 来写 if 那个逻辑判断就是 left 左边取出 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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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县市 逗号 然后 一个字 如果这个字等于 台 对吧 这是不是左边取出一个字 那我们就放大写的台 空一格 end 空一格 end就是把它连起来的意思 好 连起来 然后接下来呢 right 然后 居住县市 取两个字 取两个字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直接放 原本的居住县市 因为说不定它是基隆市 所以它就还是放原本的基隆市 所以它就还是放原本的基隆市 然后又刮湖 Anker 高雄市 重点要看最下面那个台 台南 有看到 都改成大写了 本来不是大写 本来这些都是这种 现在是不是一口气都改掉了 然后再往下去看 例如说台北 高雄 反正你们再去看一下 应该都改了 可是 现在只改了什么 这四个 这个还没有改哦 我还没有把它并起来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好 好 好